香港人什么都可以炒 炒楼、炒煲鞋、炒名牌包包 现在连它都可以炒 不过它是什么来的呢 它们是来自日本的卡通公仔系列 最近心得本地大人和小朋友的欢心 在2014年出了第一本《他本》后 顺利用发不少粉丝的心 搞鬼的外貌 加上每个不完美的身世 例如是怕冻的北极熊 吃剩的炸猪扒 令到它们红极一时 公仔有它们粉 民居又有它们粉 连食物都有 不过它们的正版商品 在香港暂时不是到处有得卖 罕有版和限量版就更加难上加难 有些公仔 日本原价是六七十元 但随时炒价就高达二千元一只 引起市民四出搜寻成为炒风 边途更加有机可乘 有店铺声称可以代购这些公仔 谁知近日店主突然人间蒸发 大家发现有问题的情况 时间是2020年的9月 我最后联络到它的时间是9月12日 星期六 之后它说明天会有货给你了 我不想你等那么久 我找货车送去你 你不用等得那么辛苦 到9月13日 已经有人说它早上联络到 晚上已经联络不到它 它没有再出现了 正常的店铺 大家都知道星期一会休息 例如星期二可能会休息 到星期三 发现大家都没有人联络到它 再发现它的联络电话 已经在WhatsApp消失了 它没有再登记这个电话 打架电话它也不听 但是也有落门市看过的 是, 大家早上落门市 早上去报警 落门市看到 去到商场问保安 查回到电视 它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 是9月12日星期六的晚上 回来收拾东西就走了 再没有出现过在商场里面 没办法 我一定要去报警 去找这个人出来 它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就是我们 烟市、涉市的苦主接近一千位 涉及的金额更加有三百万之多 有别于一般卖公仔 这些限量版公仔 会在日本不同的地区限量发售 香港就会以受欢迎程度炒高价钱 买家想买就要先付全数 然后等到货才到店铺提货 以往因为店铺有成功卖到限量版产品 所以市民先有信心 先付钱后提货 但最近苦主发现付钱 每个人都收不到货 我现在才发现 它可能同一只公仔 它可能卖给10个人 收了10个人的全数顶 它只给一个人 它就可以做到一个情况 就是我其实是有货的 但还未到而已 它不断声称自己的东西 在海关、扣关、仓部 日本那边还没寄过来 它欺骗那些受害者、苦主 不断付钱 不断免息借贷给它 它应该不是营运有问题 它是真的出来欺骗钱 虎主还跟我们说 店主由年头起 已经拖货兼藉口多多 经常临时不开店 而不开店的消息 多数会在店铺的社交平台发布 5月头店主就说自己老婆做到抑鬱 7月头打风下雨 7月底跌坏手机回不了信息 8月中家人有白事 8月底公众活动 9月头打风兼自己病 直到9月中就无影无踪 至于订货和派货方面 另一位辅助Thomas 跟我们说就有很大漏洞 网站上是收20个限定20个人 谁知道有一件限定产品 它就派了给百多个数字的人 所以一直大家都觉得很怀疑 原来它收了二百多个人的钱 是, 它超过那二十个限定之后 那些货还没有给其他人呢? 其实你说一至二十名里面 有很多都还没派的 是, 它是不敢把派的 直到现在你也是联络不了它? 联络不了它, 它全部切了电话 因为它有很多电话方式去入货 但是每个电话都是能接通 还是已经停机的服务 为了作更深入的了解 在9月25号我们去过涉事的现场 当时店主租用的两个铺位都落了闸 闸门更加贴了多张欠租通知书 第一还多了一张地产铺的租售单张 我们就打去查询 101号铺位已被租租了 放租了? 是呀…对面, 对面可以吗? 但我希望看到他有很多东西 如果收拾东西要多久? 你也要等待, 等政府做事 是? 是 現場所見, 屬於店主租的兩間店 已經鎖了門, 也有圍欄圍住 而且門口也貼了欠租的告示 而且地產已經開始招租 不過店裡依然有很多貨 附近的店主對這件事有知情嗎? 他們之前也有集體報警 對, 就是這樣 他們叫他們上來 他們就有一堆人要… 看看他們有沒有開門 對, 想看看他們有沒有開門 然後他們見到沒有開門 然後就報警 我見到的事實是兩個星期沒有開門 然後就很多他的客人走了上來 我見到你也有買同類的公仔 其實是否真的那麼難拿貨呢? 不同的 我想人們要付錢訂先的東西 因為限定東西 那些所謂限定東西 一定要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時間去開一些show 只是過一段期間才可以買的 沒有辦法從批發渠道拿到的 所以要買的那些人 就要有一個人在那邊排隊去買 買完之後再寄回香港買 所以無論難度、數量都會很少 所以就滿足不了市場的需求 所以那些人一定要付錢訂 難有的 本地的店主也收不到貨 更何況是光顧店主網店的台北客人 建貨由今年3月過售直至10月都未收到 我們根據府主給我們的兩個電話號碼 逐一試打 希望嘗試聯絡店主 你打的電話暫時停止服務 我們嘗試聯絡店主 但兩個聯絡號碼都不通 有一個甚至是停止服務 店主就找不到 但有前員工主動跟我們爆料 他們同時又不停接單 我已經很多次勸他們 說公仔限量版實在太難買了 接著他們就回答我 他們已經開始少了接單 說自己早期接單是過百的 現在只接幾十個 但他們依然都很混亂 基本上都沒有記錄 究竟有多少人跟他們下單 可能他們自己接了多少單 他們自己都不會清楚知道 據警方的報告指出 2020年上半年的詐騙案 數字是近十年之高 大家真的要時刻保持警覺 不要人買你又買 成為騙徒的目標